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是Jer 歡迎收看拉打情報站 Saber 第六期 這個月的雜誌圖更新的拉打情報沒有上一個月那麼多 主要是去介紹主角飛羽真 以及二騎倫太郎的強化形態 他們的皮套設計和相關能力 而玩具方面也有不少相關的情報更新 所以今期的拉打情報站 特別是後半部會和大家講多一些玩具資料 第一個情報就是蒙面超人 Saber 強化形態登場 這個造型真的很漂亮 好久沒試過一個這麼得人歡喜這麼正的二階形態 加上近幾集的 Saber 劇情越做越好 我開始成為 Saber 打手了 有朋友說 Saber 就像基耳獸 進化成為紅蓮騎士獸 或者下一個階段就會變成全紅色的真紅蓮形態 Saber 這個二階形態全身以銀紅色為主調 那披風難道要留到最終形態才出現? 現在的形態身體大多部分都是以銀色為主 加上面部的造型用上好像一些騎士面具盔甲的紋理 整體的設計概念毫無疑問 來自中世紀的騎士裝甲 除了主調顏色之外 身上的細節以紅色作為點絕 意念就是繼續以火焰屬性延續角色設定 另外看真一點 他手上多了一個好像龍騎龍照機甲的武器道具 名稱是Dragonic Booster 的龍頭道具 當然不只是裝飾那麼簡單 它是可以作為一個攻擊的武器 令到 Saber 的打法更多變 攻擊力亦有所提升 Dragonic Booster 的龍頭可以揭開 然後可以擺放Wonder Riot Book 進行連動引發更強的力量 例如龍頭可以直接噴火消熟敵人 招式的名字就是豪火大革命 除了本身可以獨自攻擊 更加可以跟勇開的火焰劍獵火連動 引發聖劍更強的火焰力量 使出神火龍破斬斬妖除魔 而新的這本Wonder Riot Book 名字叫Dragonic Knight 簡單來說就是龍騎士 所以除了飛羽真作為騎士本體出現之外 好久沒有登場的火龍亦都再次來臨 我們看看DX玩具情報 可以清楚看到書本的細節 書本的頁面就是一個黑影騎士純幅火龍的場景 而內頁帶了一些驚喜給大家 它的設計和邪王龍書仔不同 Dragonic Knight書仔內頁 右邊分為三層 分別是火焰、Saber、新形態造型 以及火龍 搭起和分開呈現各有特色 雖然用透明件 但搭起來會隱藏著火龍 而好像Gorandor Geo Lighter Watch 彈板彈開之後會釋放火龍力量 以及蔓延火焰圍道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有意思 講完Saber 再講下另一位升級的拉打 蒙面超人Blaze獅子王大戰的形態 在皮套造型上的變化沒有太大的轉變 用色和流水三冊一樣以藍色為主 胸口亦都留有一個獅子帶頭的造型 即使他的腹眼變成數據、紋理、增加科技感 但整體皮套在視角上並沒有帶來太多驚喜 或者輪太郎在過去十幾集被人打得太慘 就算在精神時間房進行更多地訓練 都不能有效地提升近戰力量 而另一邊商在Slash的對戰中 亦誤出了遠距離屈波星才是強勁的真理 所以強化型態首先在雙肩的部分 加上兩顆噴水的大炮 化身成為水戰龜一樣的炮擊戰士 說到最後 二騎都要回歸遠程攻擊的傳統 而在左手手腕上 亦都戴上了 跟Sabre Dragon Ignite類似的Booster 名叫做King Lion Booster 不過造型就由龍頭變成獅子頭了 攻擊方面大致一樣 可以將獅子頭揭起 和書仔連動 進而使出噴水的攻擊 令遠程攻擊的能力推向極致 不過Blaze獅子王大戰技型態最令人注目的是 Blaze它是可以變身成為一隻移動炮台一樣的藍色獅子 過去十多集中我們看到Blaze的藍色獅子得時都會登場 一時就作為移動寵物作騎 一時就作為戰力參與攻勢 但今次Blaze索性自己準化成為這隻藍色獅子 除了可以保留雙肩大跑的攻擊力之外 更加可以增強角色的移動力 令Blaze在戰場上的打法更多變 原來鄰太郎在精神時間仿敵地訓練 是增加和地面的親密度和手腳反應 這個伏線實在太神奇了 另外Blaze的獅子形態亦都可以成為座騎 相信是可以讓其他騎士坐上去增加這個戰鬥方法 這樣算是和XL之經了吧 而DX玩具方面可以轉換成兩種形態的King Lion Daisenki書仔 雖然和Dragon Ignite和邪王龍一樣好像磚頭那麼厚 但是內裡的摺疊設計又有少少不同 以Bandai的強化道具準則來說 可以說是良心設計 而由人形變為獅子的形態 就要把中間上面的劍trigger拉下來 令書仔中間的內頁進一步揭開 露出獅子頭作主的真內頁 這個簡單但有心思的設計我非常喜歡 這次財團這麼花心思去設計耳階進化道具 我開始期待往後其他道具設計 既然兩位主角的耳階形態這麼有話題性 Bandai當然要緊貼推出以上兩款的人形可動系列 一如以往RKF首當其衝搶公大家的荷包軍 Saber Dragonic Knights 將會跟Wonder Combo推出套裝 它包括的內容物非常豐富 同一個素體可以換上三套不同的裝甲 去呈現初始形態、真紅龍形態以及龍騎士形態 跟出奇彈一樣一次過滿足你三個月望 除此之外更加富有機耳獸火龍一條 由於SHF和裝動系列暫時還未公佈推出火龍的打算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入手RKF和以上兩款的玩具系列連動一起玩 除了Saber會推出RKF之外 作為意騎的Blade當然不會倒輸 這次的特點就像剛才提及一樣 可以轉換形態變成獅子 看官圖就已經覺得它的可動性不錯了 無論是人形和修態都可以扭出大幅度的動作 非常吸引 整體來說兩款RKF都很值得收藏 到時候我買了的話就和大家一起開箱玩一下 好啦今集的拉打情報站就說了這麼多 RKF的Saber可以滿足大家三個月望 而我這個YouTube Channel反而是願望大家可以做三件事 就是Comment、Like和Share 其實我不說那麼多大家都會做啦 還有還有還有記得按下個鐘追片更輕鬆 好啦今天真的說了這麼多 下次再和大家說下其他Saber的情報啦 我是阿Jer下次再見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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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